我国时间今天凌晨 国际原油期货市场传来了历史上的大新闻 美国WTI原油的5月期货报价一路狂蟹 每桶收报-37.63美元 暴跌超过300% 那-37美元 -37 这个是自石油期货从1983年 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开始交易之后 第一次跌入了负值区间 那这种情况让交易员是彻底都懵了 各大媒体跟分析都用历史性的一天 史诗级大崩盘来形容 因为跌穿零变负值这样的情况 就跟古代神话一样 是极其稀少 几乎就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 那WTI原油是美国原油 而这个WTI原油跌到负值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说我们下个月去添油 油价就会更便宜了 或者是免费了不用钱了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这个只是期货 并不是现货的价格 在传统的交易当中 我们就是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 这个叫做现货交易 而期货呢 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先贴一个交易合约 但是呢 我们在将来才进行交易 将来才给钱 而现在跌到剩-37的WTI油价呢 是五月份的期货报价 所以呢 是不会直接反映在现在市场上的油价的 那当期货价格跌到变负值的时候 意思就是 在五月份要交易的这些原油呢 它的运输成本跟储存的成本呢 已经超过了石油本身的价值 我们再简单一点来讲就是 你买东西不用给钱之余 现在卖家还要贴钱给你啊 把钱给你 然后拜托拜托 鞠躬弯腰 说谢谢你 把东西都带走吧这样 那至于为什么五月份的期货报价 会跌到这么厉害 价格暴跌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稍后会再跟大家说 在WTI原油价格暴跌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就急忙出来稳住市场 指美国政府呢 会购买这些原油 告诉市场 现在是超低的大好时机 面对历史最低油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表示 政府会考虑购买7500万桶原油 作为该国的战略储备 要买到储备库存满为止 特朗普说 油价跌到了难以想象的低价 而这是一个买油的绝好机会 这是一个很棒的时间买油 我们想让总统认识它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些大型公司 因为我们现在有75万桶原油的 那是很多的 特朗普还说 如果能不用成本就可以买进原油 美国将尽可能地买进 他也表示 油价的下跌将是非常短期的 富油价反映了金融市场状况 而非石油市场状况 特朗普说 这实际上是金融问题 但有分析指出 这样的问题恐怕不是一两个月可以解决的 现在的问题是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 石油供应过剩越来越严重 工厂关闭 汽车和飞机停在原地 各地的储油仓库和管道迅速被填满 甚至就快没地方放了 如果它没有使用 它必须要进入监管 但有限于世界上的世界上能够存放 我们正在在监管的限制限制限制 所以今天 我们看到油价的价格下跌 所以这些市场 卖家们卖家购买钱 在购买家 以取得监管道运动 为什么5月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会暴跌这么厉害呢 其实最大原因就是新冠肺炎这只黑天鹅 那由于新冠疫情爆发 全球几乎都在封城锁国嘛 经济都处于休克状态 生产停顿了 石油的需求就自然暴跌 国际能源署最新数据显示 4月份全球原油需求呢 一天将会收缩大约2900万桶 而2020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会暴跌至创纪录的一天 930万桶 那需求减少了石油却继续生产 那这些过剩的油是不是都要得储存起来呢 那因为供过预求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现在恐怕开始出现了饱和 是不容易找到地方去存放这些石油了 所以现在5月7号暴跌的乳因呢 其实不在生产的成本上 而是在库存上面 美国原油期货食货交割地的这个储存量呢 现在已经达到了69% 高过4个星期前的49% 而原油库容很可能在三个礼拜内就会被填满了 那一旦填满 WTI原油期货合约进行食物交割呢 将会变成更加困难 而且存油跟运油都要成本的 那你既要出钱把油运回来 你还要找其他地方去储存起来 所以现在这些石油就成了烫手山芋了 再加上在市场上有一些人他购买石油期货呢 其实只是为了要压住价格走势来赚钱 根本他就没有打算真的要去买这些货交割食物的 现在油价大跌就让他们措手不及了 你要么就要找地方去存油 要么就要赶快脱手 于是大家都争着付钱 让别人把石油合约给买走 那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石油价格的负值了 有人可能会问需求减少了 那这些石油产家是不是就能够减少生产 甚至可能干脆就暂时停止生产呢 而这恐怕也不行哦 那因为如果他们要关闭油井的话呢 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而以后你要重启油井的话 成本也会相对提高 那另外对于某些生产商而言 相比起停产或者是找地方去储存这些 源源不断开采出来的石油 花钱让买家拿走石油 从长远来看可能代价还要低一些呢 所以呢他们就宁愿赔钱 建卖也不愿意停止生产了 而刚刚提到的这些呢 就是导致5月份的原油期货会暴跌到负值的原因了 是因为发生的 upon级不意走离开 在我们的事件之内 是有话 大家现在真好 有点难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